近日 中国第21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在营区举办中国文化节交流活动 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武官30多个出兵国维和人员 当地政府官员 市民和华人华侨共计500多人参加活动 古征演奏 书法绘画 中医针灸 民族服饰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展示 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纷纷上前体验 官兵们还以文艺晚会的形式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每一次来到这里我都感觉着非常的兴奋 激动 尤其看到各种不同面孔 不同肤色的人来到我们的中国营地 增加了这种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和文明互建 中文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我很喜欢中国歌曲 电影 还有武术 我们来这里就感觉很开心 很快乐 很深入地了解中国 我